侯市長也沒有說這個副手是管宗明 那我們今天管校長也說了 他沒有意願參與任何的選舉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副手要選誰 應該是要尊重這個總統候選人 他自己的決定 他知道誰可以跟他搭配的比較好 然後可以當然在選舉也會有相承的效果 有關侯市長 也就是總統候選人 要找誰當副手 基本上一定要尊重侯市長 至於相關的條件 我相信他會做充分的考慮之後 才會對他公布 那他是有去拜訪管宗明校長 我相信他陸陸續續 也會去拜訪相關專業的人士 那拜訪的就不一定是 也不一定是要成為副手的候選人 因為基本上他會啟動相關的請益之旅 我覺得不一定 那至於外界相關推薦或想像的人選 我個人覺得都非常好 都非常好 那小管中你是為了拉前面選票 因為就是民教以前的時候 民教會的民教會不會深藍這樣 那軍演說 男英正銷售5% 男軍制製的民族 民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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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本上 民族的選票 或者是中性或者深藍的選票 每一票 每一票都需要 那拜訪特定人向特定人請益 不是為了特定的選票 我相信不是為了 所以是拜訪管中民 是不是為了吸納年輕的選票 我覺得這樣的想像太狹隘 因為要勝選 每一票 每一票都重要 票票都重要 侯市長這邊的確需要 要在有關這個藍營 或者是非力大聯盟 在野聯盟部分做一些努力的工作 現在看起來好像這方面的努力 應該還是不夠 那如果說 因為現在民調出來以後 被政召民調掉了5% 那這5%是轉到不表態 那我知道的很多原來支持郭台銘的支持者 是 事實上是轉向支持柯文哲的 這個是相當明顯的 所以如果要避免以後的氣保效應的話 侯市長在這個團結票上 讓他們的確是真的需要下一番功夫 你會感覺說 柯文哲不會取代的 變成悲慾的動作嗎 這個世界上什麼都有可能 柯市長在這個年輕選票方面 事實上是支持度是比較高 這個是相當明顯的 即便在我們金門 他的年輕選票也是相當多 那只是在年長者的方面比較少 那年長者票事實上 有時候提出一些想法 證件也許就可以吸引過來 那年輕的人想法相當的自主 要把他們從柯變成猴 這個困難度反而是高一點 所以這個三強之下 未來會怎麼樣 事實上現在是看不出來